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凉拌菜花 现在把菜花切成小朵 菜花太大了一半就好了 菜花切好了把它洗干净 莫尔是我提前泡发好的 也来洗干净 水开下一勺盐 把菜花跟莫尔倒下去煮熟 这个时间来切剁料 蒜头脱碎 再来剪一点干辣椒 再切一点葱花 菜花煮了两分钟也熟 把它捞出来放凉 蒜头和辣椒淋上热油 再来加入生抽一勺 陈醋一勺 盐一勺 少许白糖 鸡精 喜欢吃辣的 再来一勺辣椒油 把它搅拌均匀 把菜花跟莫尔倒在大一个碗里 倒入刚刚调好的酱汁 再来点葱花 把它搅拌均匀 装盘就可以吃了 凉拌菜花就做好了 夏天菜花这样做 清脆爽口 不油腻 简单又美味 你们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我哦 美味 还蛸